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灰灰的涂色 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难道我们海军是把被敌方牧师发现不了吗 我国军舰目前的主流涂装色 并不是看起来那种白一亮白的大白色 这种看上去白白的涂色 正式名称应该叫做浅海灰色 不过这个浅海灰色有什么好处吗 只是看起来比美国人的军舰那种灰色涂装 要积极向上 充满正能量吗 这种白白的浅海灰 是为了让军舰看上去 像渔船 科考船实现最高级的伪装吗 浅海灰涂装 非但不落后 目视隐身效果反而特别优秀 浅灰色从太阳光下看如白色一般 即在日光强烈的白天呈现了亮白色 日光越强越显的发白 但如果由远处看或在背光的环境下看 则就会变成灰色 大家都晓得地球是个圆的 这一点在海上更明显 不管哪一方军舰最先被海上遭遇的他国军舰或军机远距离发现时 一般是都是在海天线上的位置上 而白天日光条件下 海天线是非常亮的 我们军舰这种涂色同样很亮 反倒不容易被立即识别 有利于最基本的白天日光隐身 而如果换作海上有云雾光线很差时 涂有浅灰色的军舰则会呈现出暗灰色 这种条件下更难以远距离目视发现 至于有人说中国军舰涂装太亮 晚上老远也能看见的说法更是无惧之谈 在海上夜间没有探照灯之类的强光的条件下 目视根本不可能发现任何远处的舰船 当然实际上中国海军舰艇并不都是灰白蓝色 比如中国海军的双铁高速快艇 为了在近距离迷惑对手 使用了蓝色和白色的海洋迷彩 进一步让敌方的目视观察造成错觉 方便这种导弹快艇进行突击作战任务 微信搜索迷彩户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5G1 了解被美军侵探世界上最完美武器的中国武器 当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 视觉隐身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对于海军而言 海洋是海军的主要战场 水面舰艇在海洋战场上 最致命的弱点是隐蔽南 隐蔽性差就意味着被动挨打 长期以来 水面舰艇始终面临着空中水下陆地的各种威胁 这使其对隐身的需求极为迫切 传统艺上 靠舰船涂装的视觉隐身 在雷达 红外 电磁 探测设备日新月异的今天 已经没什么用了 现在舰艇想要隐身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减小雷达反射面积 但由于受技术限制 实面舰艇自身庞大的尺寸和缓慢的速度 让其难以完全消除自身雷达反射 红外辐射 可见光特性等目标特征 很难像飞机那样实现较好的隐身效果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最为可信的舰艇隐身方案 就是通过对舰体及其武器的外观特征 进行特殊的设计 减少形状特征 从而降低背地雷达光电仪器发现 比如说 通过减少目标与背景之间的亮度 色度和运动的对比 降低舰艇本身的可见光目标特征 达到隐身的目的 还可以将舰艇表面设计成多面体 以使光多向散射 尽可能使目标亮度和色度与背景匹配 全面控制目标的灯光和烟尽信号等 现代隐身战舰均尽量采取 倾斜式或圆弧式设计 概显外张 上层建筑内清 所达到明显减少雷达散射面积的目的 至于说 把隐形战舰用的吸波涂料 用在军舰上 能否达到很好的隐身效果呢 目前的涂料吸波范围比较窄 只能对一定频率内的电磁波起作用 如果要达到全频谱吸波 必须涂上很多层不同吸波频率的涂料 其增加的重量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必然造成军舰的吨位损失 因此 军舰使用吸波材料得不偿失 而美国当年搞的 海影试验舰宣传的使用吸波材料 作用微乎其微 所以 现在军舰隐身 只是通过采取隐身外形 最大限度的降低雷达反射面积 比如驱逐舰 在雷达屏幕上便于船 欺骗对手 而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隐身 从涂色的视觉隐身到今天 虽然水面舰艇 要想达到飞行那般隐身效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相信 随着AI人工智能技术和微电子技术 飞金属材料和隐身材料的不断发展 军舰真正隐身化 必然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节目最后 火哥推荐一款 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看一篇文章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收益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另外 你还可以邀请好友 或者分享朋友圈 邀请好友来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除获得两元佣金外 好友的每一个优效阅读 将向您进购20金币 好友越多 阅读越多 你的金币收益更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